大家好 我是詹姆斯 我現在在三峽的滿月園 剛才已經從售票口進來了 我們今天要去走東滿步道 但是不會走到東延山 因為下午會下雨 所以預計大概走到三岔路 那邊就會折返了 那現在天氣就是陰陰的 那因為南部那邊有颱風 所以環流會整個影響到北部的天氣 不過也沒關係 我們還是來出來走一走 好 Let's go 目前在滿月園的智島市步道 那這邊的步道其實鋪設得很好 因為畢竟它是林務局的國家級的步道 然後旁邊的林巷 那看起來都是人造林 應該都是山木 那其實整個風景算是滿不錯 坐起來也很舒服 那不過風比較沒有一點 那可能是現在的天氣的原因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悶悶的 現在這邊開始是東延步道的起點 那從這裡走到東延山要7.7公里 但我們今天大概只會走到一半 大概是3.7公里 到那個三叉路那邊 就要折返了 那從這邊開始的步道也開始轉成 稍微原始一點 但還是是牟山島 都滿步道的中間這一段的林巷比較原始 那步道呢 其實大多也是原始的那種泥土路 那時候這邊小段有一些互戰道 原始路大概就像現在這邊這樣 真的自然 自然的環境真的是 生態也蠻好的 那你可以聽到它周遭的 蟲啊 蟹啊 它的聲音 我們走到三叉路了 那大概從蠻月園走過來大概兩個半小時 那這三叉路是因為這邊下來 自從蠻月園這邊過來 然後在這個方向是往東延山 然後前面那個方向就是往北叉 那所以這剛好是一個三叉路 那我們這邊在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要折返了 好 因為天下超黑的 快要下雨了 這邊有一個擦天山自然保留 就是這個一個告示牌 那如果從這邊進入擦天山的話 需要算做一個申請 那不然進去是違法 現在走回蠻月園的步道了 那還有一公里就會到那個受跳孔 那剛剛有遇到下了大雨 所以你看現在整個地道很濕 東蠻步道呢 因為我們只走前面一半的部分 那這前面從蠻月園到剛剛的三叉路這邊 大概都沿路一直抖上 那抖上大概要三點多公里 然後中間沒有什麼平緩的步道 對 所以如果從蠻月園走的話 就會非常辛苦 那如果是從東遠山那邊走過來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輕鬆了 那因為聽其他山有說 東遠山那邊相對比較平 對 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就是 蠻月園走到三叉路 走上再走下 所以真的是非常折騰 這邊好多蝴蝶 你看它展開翅膀 那邊是白色的 但是它的側面是黃色的耶 好 我們回到售票口了 那今天這樣子總共走了大概12公里 來回大概5個小時20分鐘 好 那我們今天旅程就到這邊結束囉 下次再見 掰掰